萧老师大过节的 根本不想藏啊 哥哥发泊了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没想到哥哥竟然卡点了一波爱你 有点大胆哦 紧接着小时转发卡点一波爱我 怎么回事 这么秀的吗 要说1821这个卡点可是当年的浩天锤呀 当初哥哥要进组王牌的前一天 波波兴奋的连发两条绿洲 一条指着鞋子卡点赞赞 一个激动的卡点1821 还有安令宣传期的时候 波波也是卡点1821发博 哥哥卡点失败 波波再次卡点爱你爱你回复 哥哥撒娇回复无限悲伤表情包 波波经常卡点的时间 这次哥哥卡了 明码再说一波我爱你了 这下你可美了 王牌饼快说 你到底在哪啊 一波今晚啥也没发 是怕暴露IP 还是太忙没空理我呢 而战哥按他17.09分下班 再到他发动态 明白着就是精心设计的卡点 所以再回过头看小事 也不是简单的提前祝福中秋 他就是为一波庆祝出道 十周年和小傲联手一起发的 十条微博 而小傲今天确实也发了中秋祝福 还用一样的表情回应了小事发的18张照片 21个战战 再看喜提新昵称的王月饼 战哥选的这盘子 何尝不是在暗示他的仔仔呢 秀吧秀吧 终于有人今晚抱着兔兔 啥也不敢发咯 王老师不发动态 不会是怕暴露自己的IP吧 王老师都到这个点了 真的不发中秋祝福了吗 我严重怀疑咱们王老师被肖老师控制住了 那么今天既然肖老师卡点了 一波爱你 工作室也卡点了一波爱我 那到底为啥 之前要卡个1005预祝中秋呢 提前个什么劲呢 哦原来小宝的奥菲秀 在小宝出道十周年的时候发了九条微博 那么再加上当天 大宝工作室发的这条微博 才凑齐了十条 也正好是庆贺王老师出道十周年 大宝工作室恰好发的这第十条微博 照片还是十八张 所以哪有那么多巧合 一切是在人为罢了 这是独属于艺术生的小心思呢 不过话说回来 到底为什么王老师到现在也不敢发微博 不会他人现在在狐悔吧 对对对对 因为怕被暴露IP 所以才不敢发的吗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又要被他们说了 带不动真的带不动 快看 小欧发的十周年视频 开头Vlog露出半个身子的人 他的西装里面穿的衣服是黑色的衬衫 而弟弟西装里面穿的确实黑T 再看他的手指 小拇指比无名指短了好多 而弟弟的手指看一下吧 这明显就不是一个人的手指啊 倒有点像那个不认识的人的手指 怪不得弟弟要发手指特写就问你们嗑到了吗 连他自己都知道波波就是他的关键词啊 之前在某次采访的时候 工作人员提前在三个胶囊里面放进了三个关键词 然后让战哥自己选择一个来完成接下来的互动 他一上来就选择了绿色的 打开之后里面的关键词是陈情令 最后他也打开了剩余的红色和黄色的 当看到波波的名字时 他满脸笑容的说 我就猜到 其实打动我的不是这个关键词 而是他说的我就猜到 所以他一开始就笃定的猜到 里面一定有波波的名字 所以一上来他就选了绿色的 他潜意识里以为波波会在绿色里面 所以他就是奔着波波去选的 连他自己都知道波波是他的关键词 在波波这里同样也是 所有问题的答案写的都是战哥 采访也是三句话不离他哥 第一时间就想到的人一定很重要吧 不可否认的是 他们会有很多的女主角 但彼此是对方唯一的男主角 他在他身边的时候 真的明显的不一样啊 就好好的吧 哈哈 虾姐碎成虾滑了 笑死我了 我的粉丝小姐妹在我的评论区 发了一张碎掉的虾姐 她说虾姐碎成虾滑了 笑死我了 这为什么每次都是维粉姐姐 冲在磕糖的第一线啊 而且磕得还这么刺激 大体描述一下啊 这是一位来自不愿意 吐入姓名的虾姐 她说她是追信下的 是大宝的维粉 在一个 嗯 怎么样的后台 她说她看到 好老师 那啥了一口 萧老师 嗯 虾姐说 不是借位 就是亲 当时这位虾姐的心就碎了 因为她一直坚信 她俩最多也就是 纯纯的兄弟情 结果 那啥了一口 把虾姐都给整蒙了 甚至这位虾姐 她还在希望下一秒 萧老师 能推开王老师 但是 虾姐看到 萧老师冲着王老师笑 而且还笑得特别开心 就像老师当时 笑得特别开心 我都能想象得到 当时的这位虾姐 有多扎心 那是从那次的事情之后 虾姐第三次 见到萧老师 每一次 大宝都在小宝的身边 虾姐说 你们小王八 不是有消息说 小的拍戏镜组 带着大宝吗 是真的 小姐说 他去某个城市出差 想起来小的在那边拍戏 然后就想着去看看 要是能说上话呢 他想问问小宝 大宝最近怎么样 果不其然 就让这位虾姐 真的蹲到了大宝 像咱们这种 线下都没见过正主的 哎 偏偏人家游戏虾姐和脱姐啊 连他俩抱也看到了 情依也看到了 你说去不去 去